嗨 大家好 我是居然 歡迎收看這餐煮什麼 這是我的健康瘦身料理 OK 今天我要帶來的是無水料理 什麼是無水料理呢 無水料理是用食材本身的水分去燉煮它 不加任何一滴水 所以這道料理的所有精華都在裡面 OK 今天我帶來的是番茄燉牛肉 這個大家很常見 再來就是我們的高麗菜明天見 那為什麼要取名叫這個名字呢 是因為我們使用了高麗菜跟明天見 這是金針菇啦 那話不多說 我們開做 OK 那我們現在先來做我們的番茄 先把我們的牛肉條把它炒上色 然後讓它的一些膠狀的狀態 然後把它多餘的油脂逼出來 好 那我們的肉可以下來 好 我們下來了之後 我們這邊叫它先調味一下 我這邊會馬上調味 稍微翻動它一下 到那個油面 油脂那一面朝下 這時候你就可以聞到那個牛肉的香味 好 我們的番茄切小塊 別可以選擇去皮 那如果今天要燉煮的東西 就會覺得沒關係 直接切小塊回來丟進去 稍微讓它先到這邊都上色為止 好 那這樣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牛肉條 煮出來 牛肉條是一個很好吃的肉 所以這邊是它要花很多時間去燉煮 那我們現在就很簡單 這邊中小火 中小火 裡面的油鍋還是熱的 我們這邊把我們整碗洋蔥放下來 洋蔥去蘸出這個牛油 然後讓它去炒 好 洋蔥的甜味才出來 我們這邊也可以下一點鹽巴 讓洋蔥調個味 好 大家都有看到這種 旁邊 上面這邊黑黑的對不對 現在這就是洋蔥的那個甜分 會有點焦焦的 好 現在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番茄整鍋 放下來 完全沒有水喔 全部都是番茄喔 稍微攪動一下 稍微攪動一下 好 這邊就把我們的牛肉加進來 一樣 攪動它 轉成小火 蓋子蓋起來 讓它燜煮 我們這個燜煮啊 大概30到40分鐘 就是看個人的口感 如果說你今天吃這個牛油糖 你喜歡吃就有點嚼勁 你可能20分鐘 怎麼判斷呢 我們可以依照番茄軟爛的度來判斷 現在這邊番茄都是成形成塊 等它全部化開了 化成湯汁的時候 那個就是非常軟爛 OK 那我們來做我們的另外一道料理 好那我們來做我們第二道料理喔 那我們先把我們的筋筋切一下 高麗菜 大家選擇手撕還是直接用切人 兩者都行 大家記得大小不要太大 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 你太大它不好軟爛 你如果很難的話 盡量不要弄在梗的部位 因為這個梗的部位比較不好熟 所以就是說我們這種無水的料理啊 沒有水的話 你盡量用濾葉的部分 去旁邊的部位 我問一下這個高麗菜不用洗 當然要洗 我們把它撥進去之後再洗 好不好 因為在我們這種鄉下 我以前在鄉下的時候 我們吃這種是直接就拿來吃 我們裡面在洗 還是洗一下就好 還是洗一下就好 感謝你提醒我 這個量呢大家繼續抓 大概我抓到這樣的量 那我們就可以拿去洗一洗衝衝 然後建議大家如果說想做這種無水的料理啊 盡量把那個鍋子弄小一點 把那個食材擠在那個空間裡面就好 因為如果說收熱比較均勻 對收熱均勻之外 你的水分也不會因為你鍋子過大 所以一直這樣旁邊乾燒 它會集中在一個區塊 然後我們的金生菇拿你要的料 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 我們在這邊一定要加鹽巴 如果蔬菜受熱 鹽巴會讓蔬菜的水分滴出來 所以大家這邊等一下記得 我們釣魚片也很簡單 我們沒有吃這麼多的話 就拿一半就可以了 你可以up在旁邊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攪動一下 讓所有食材去均勻受熱 高麗菜本身的水分已經出來了 所以味道已經出來了 它現在在蒸發這邊的水分 它就是高麗菜本身的水分 所以變成說 我剛剛建議的是 鍋子真的不要太大 鍋子盡量小一點 它的水分會更集中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這道可能會變成是 比較像在炒 有點在炒的動作 這道其實最快的 原因是因為 高麗菜跟金生菇版 就很容易熟 但是它我使用是釣魚片 你們靜靜看的話 就知道它的水分 其實是蠻好 這都是高麗菜的水分 好 那我們那個高麗菜 明天見 完成 這道其實就是 真的非常簡單 然後如果說 你最近啊 充製飲食 你吃這道 絕對瘦 來看一下 這是什麼樣的水分 根本不用再加水了嘛 各位 好 那現在我們來調味一下 白胡椒鹽 這個個人口味 辣豆瓣 一群 我們要把那個大豆瓣醬 稍微攪拌一下 不要讓它直接在裡面盛住 不要讓它融入整個鍋子裡面 整鍋的味道會更香 好 我們這邊要把我們盖鍋燜煮 好 那我們直接來試吃高麗菜明天見 好啦 這道料理真的是非常的廢 簡單來說可以稱之為懶的料理 完全就是高麗菜的甜味 完完全全都是高麗菜的味道 今天這個擺盤很難看的原因是因為 我選用釣魚片 那釣魚片在受熱到一定程度之後 它很容易散開 所以大家可以選擇牛肉片 豬肉片 或是其他的肉品來搭配 好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給我們的番茄燉牛肉好 我們再來試吃 OK 來 我們這個番茄燉牛肉 經過了大概45分鐘的時間 完成 好 好嘞 來 試吃一下我們剛剛這個 燉煮非常久了 超級入味 這一道無水料理 可以說它 算是可以名失敗的料理 好 只是它要花多一點的時間 跟多一點的精力 但其實你根本不用去顧它 你轉小火之後你稍微攪動一下 過個二三十分鐘 再攪動一下 再燜 就完成了 所以它基本上 沒有什麼太多的技術 就是讓它燜不出 好了 OK 今天兩道無水料理分享給大家 那兩道都是非常簡單的 如果你個人是非常喜歡配飯的人 這一道就是你一定要自己煮來吃 你的肉量 你的蔬菜量 你的味道 都可以自己去調整 為什麼你現在喜歡自己煮東西就是這樣 是因為它可以去決定自己想要吃怎樣的口感 那如果說你是今天 我就是不想煮 我就是不想煮 那還是自己煮一鍋這個 你什麼都不要管 就是把它燜住 燜四十五分鐘 放到那邊 你就可以拿來給我盆吃飯 保證你吃個兩三天不說你 OK 好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拜拜 爸爸你不是要見我吃好吃的 不小心被阿嬤吃掉了 呵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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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